夏天的风我觉得非常好 已经感受到了风了 这是夏天的风 对 而且张亦凡从头到尾表现的 就是比练习师表现都要好 我觉得唱出那种感觉了 对 能感受到 对吧 Paul教练 你旁边感受到了吗 我当然感受到 那必须的 今天路高说的话 我觉得其实我们这首夏天的风 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一首歌 在这样的舞台上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你们会去拿这样的一首歌 和这样的舞台会去做对比 但是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每一位为这个舞台付出的 所有学员的一种精神 所以我觉得这一票 你们给与不给 我只希望你们能够 为他们鼓个掌 真的说实话真的挺不容易的 大家都真的 对 其实在舞台上 大家都非常的 对 有自己的难助 像Nene也是 她能够用每个字拼音 然后让其他的学员 给她讲解每一句话的意思 她来表达这个情感 我觉得其实对她来说 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挑战的 没错 我有几句话想跟那个 我的创始人们说 就是那个关于奶奶 我呢之前看节目的时候 奶奶说她学了三个月的中文 我真的不觉得 她是学三个月的中文 我觉得她说得非常好 但是今天我到了现场 然后我突然发现 其实她不是说得好 她是背得好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就我希望我们的创始人能够 去鼓励一下我们的这个国际友人 然后她的这个努力和她的这个表现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这个付出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谢谢 接下来请现场创始人们 为你们最喜欢的四位学员呈腰 好 倒计时 开始 把手举起来 自己是几号 好紧张啊 飞 飞 飞 海露露 姐姐 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我也有很扒的心理 对 我今天我问个个人问题要先 张亦凡 对 我挺喜欢你的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能 老师 您问 叫姐就行 姐姐 哎 哎 你那个两眼寒水 别嘴望天 下壳抖抖的那个动作要领 能交给我吗 我觉得真的太可爱了 我身边有特别多特别多的朋友 都很喜欢你 你告诉我 你在做这个表情的时候 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每次 我就想了就是别哭 不能哭了 不哭不哭 是这个意思吗 嗯 但是我是觉得说 其实你小的时候 受过很严苛的训练嘛 芭蕾舞 你是不是练腿练控制的时候也是 别哭 别哭 就可能 空腿啊 扳腿就都习惯了 然后就也不会哭了 但是在这里 可能会有很多心理上的压力 对吗 嗯 太紧张了 不用紧张 好吗 嗯 乖乖的 好好的 嗯 那海鲁姐 您来模仿一下 您刚刚说张亦凡那个小表情可不可以 人眼含水 别嘴望天 好像 芊姐 你也来一下 小婷芳 我肯定没有张亦凡可爱 但是 也很可爱了 可爱 我不行 我不行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从表演上来讲 这真的是一个人物特性动作 所以你就这一下就赢了我觉得 很可爱的 谢谢姐姐 好 我刚刚拿到了统计结果了 究竟是不送战队的红色 还是LTG战队的蓝色 我们拭目以待 紧张